你是林漢杰 我是 请把事情的始末好好说清楚吧 我是林漢杰 半年前当这个单位接任组长 当时单位里的同仁都很照顾我 很热心帮助刚到之的我 而且 隔中时期的师党 杨立强也在这个单位服务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的感情 一直很好 虽然中间大家因为服务单位不同 不能常常见面 但总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判杰 你怎么来了 掉过来了 掉过来了 是啊 恭喜 你讲这么久你过来了 是啊 那婷婷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 不知道她怎么会知道呢 神神秘秘的 一定要的啊 咱们哥们啊 说真的哦 我叫过来之后 你要多关照我 你好 你好 汉姐 厂长来看你 有时候人在的感觉实在很好 实验吗 实验 但是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问 厂长我跟汉姐以前在学校是死党 超级的 那有问题啊 都可以来找厂长 谢谢厂长 厂长走 我跟汉姐还有婷婷 我们是高中同学 我们三个人感情很好 常常有联系 后来 我们都进入军旅服务 虽然附属不同的单位 但是我们还常常有联络 也相约与去聚餐之类的 我是很高兴他可以跟我对到同一个单位 不过 他到这里之后 就变得乖乖了 太爽了 这样好了 我们去搬一下饮料来庆祝一下 我请客啊 主长这种好意思 每次都让你请客啊 没关系 大家开心就好嘛 走走走 一起去 你们输的 还能在那边干嘛 一起来喝饮料啊 来来来 坐下 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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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啊 我知道他的家境不是很富裕 而且他以前的生活是很节俭的 连吃个便当 都会计较零钱 但是最近变得怪怪的 一场很慷慨 哎呦大火都在啊 来来来 喝饮料 喝饮料哦 吃零食啊 拿自己拿自己拿 不错吧 多亏你们平常那么挺我 我告诉你们啊 我趁这次休假弄了一支表 你看看 猜猜看多少钱 不错吧 多少钱 哇塞 我跟你讲 六万五 好表耶 真的是好表耶 你看看 你看看 多鲜明亮丽啊 不要光看 坐下回来 常常带着很多好吃的给同仁 平常 有常常买饮料请大家 就是这台 可是是因为这样的 单位里的士官兵都很喜欢跟他相处 哪身外之物 猜一下 这台多少钱 看清楚啊 最新款的哦 三十五吧 再高一点 四十八万八 下回在路上看到这台车 上面的驾驶绝对是谁 组长 好不好 好看一下 六妹啊 对 你怎么知道 来来来 我再跟你讲哦 这安全帽他们是一组 你看姐 不要 我问你哦 伯父伯母最近好吗 还不错哦 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个啊 很久没有看到他们啊 我想到啊 我以前超约慕你的 虽然一直过得很辛苦 但是啊 他们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你 让你什么都有 还记得 你是我们高中同学里面 第一个有自己机车 对不对 他们的确 从小就很疼我哦 你趁热要记住 不要让他们伤心 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会让他们伤心呢 没有 我随口啼啼的 韩姐 那个手表 坐我看一下 这一支 很贵吧 你怎么买得下去啊 这应该要我们两三个月的新款哦 我有接一点画 插画的外快啊 接外快 付邦明文规定 我们不得兼职 今天餐也是脑袋坏了 那我们是有法规的事情啊 哎呀是很有拜托的啦 我吃饱你慢慢吃吧 你还没有吃完耶 诶 韩姐 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才好 是的 我们三个人从学生时期就很要好 大学毕业后 也一起投入军女服务 韩姐她 从以前就比较自卑 这上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富裕 她总觉得自己样样不如人 或许是因为这样 让她这次真的走偏了 那天是我的生日 韩姐自告奋勇地说要安排聚餐 我跟立翔也没太多意见 毕竟大家能聚在一起吃饭 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了 可是 喂 你们到了吗 好 我出来接 我出来接啊 让我进来 看一下 是不是够气派啊 是这一间哦 对啊 这可是我的精心安排耶 不好吧 这看起来很贵耶 担心什么 今天说好我请客 就是我请客啊 哎呀 不用了啦 这样太破费了 这样我怎么好意思吃了 哎呦 说好就不要想太多啦 走走走走 我们今天好吃太一顿 生日嘛 太开心心最重要了 哎呀 管她多少钱来就对了 不定好了 不失忧了 今天的餐点啊 是真的很好吃 但是想要叫个 我觉得好心腿哦 哎呦 可是要建议哦 今天难道是你生日嘛 为我奢侈一下 没关系的 是真的太贵了 是我们展开心心的 哎呦 不要辜负我的好意好不好 先不要做这个 今天是婷婷的生日 开始送礼物的时间到了哦 是的 今天 这给你的 谢谢 生日快乐 我可以打按照里面是什么吗 可以啊 看一下你喜不喜欢 哇 哇 好漂亮的围巾哦 我好喜欢哦 谢谢你 不客气 接下来换我的啦 噔噔噔噔噔 哇 这是什么啊 感觉好重哦 自拍开来看看呀 你一定会喜欢的 哇 这 这包包也给了好几万耶 怎么样 喜欢吗 这 这太贵重了啦 我不能收 喂 你不收的话 可就晃得不开心了哦 收下 这可是我的心意耶 哎呦 哪里的钱买这么贵重的包包啊 哎呦 你别问那么多啦 自己存的可不可以 自己存的 嗯 那你教教我 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叫你存钱存这么多啊 那 你说了你也不懂 我们先不要玩那么多啦 给他吃碗点点了 就去刷发 来 祝福婷婷婷生日快乐 好 来 婷婷生日快乐 谢谢 待会我带你们去的地方 你们绝对没去过 你们想想 我要带你们去哪里啊 哪里啊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觉得不对劲 可是我始终不愿意往快出闪 我希望三个人都能够好好的 我可能 谁我还可以冒烟啊 继续说 在接近年底的时候 我发现单位的年度预算大出率 严重不足 很怕会遭上期的检讨与救责 对我的考基也会有影响 于是我开始想尽办法 乃福报金额跟项目 我开始找连上跟我比较亲密的弟兄 帮忙收集各种差旅 物餐费用等等的单据 甚至假照差旅人员名册 来合效不足的预算 赵燕 过来我办公室一下 报告 赵燕 你过来过来 有件事我要跟你说 你帮我问问其他人 只要有啊 吃饭啊住宿啊等等的 想办法 帮我拿个扣买单据回来 你要这么多单据干嘛 我当然用我的用途啊 说的你也不懂 记得哦 私下问 这样不好吧 平常天天吃我的喝我的 这次叫你帮忙 就不要问为什么了 好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 知道还在这边 等公车啊 快去办事啦 好 那四十四口 你都去 终群 现在在这边 喝酒啊 后来 年度预算终于过关 我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就放下了心 啤酒是我的快乐啊 如果假合销后 多余的费用 我就全数请你出来 送保释让回来 看到你就快快了 好 那个舒服 我看 来来来 这边坐 立强 来来来 这边坐 我朋友 我朋友 来来来 嗨 婷婷 你好 嗨 不好意思 让你多等 不要等 我朋友 人怎么这么多啊 人多好玩啊 可是 这些人我们都不认识耶 有什么关系 等我介绍一下 喝两杯就少啦 来 几杯子呢 我不能喝 不能 我开车不能喝酒 那 请停喝 这些酒都是你买的啊 对啊 今天我买的 你又请客喔 对啊 对啊 反正机会难得 找大家出来继续 开心一下 这套花不少吧 这样花钱不妥了啦 喂 我找你出来 不是叫你来数落我 你不要每次见面 都想泼冷水好不好 我没有要泼冷水 我是提醒你好不好 全不是这样花的嘛 汉姐 不然你们玩 我跟立晓先走 什么 哪里有机会聚聚耶 你们真的很少姓耶 现在去找找找 不好意思 那我们先走了 你不要喝太多 自己聚安全好不好 我们喝 喝得痛快 喝得高兴 喝得开心 干嘛 我帮你倒酒 你吃一个汉姐的气死了 别气了 你知道他个性就是这样吗 他这里真的很奇怪 他已经超慷慨的 这样算一下完全超出 我们兴奋的范围 嗯 唯一有发现 因为他最近的花钱方式 真的不像以前的他 他才请到请他一来 其实很让他怀疑 我也觉得有一点奇怪 感谢他耶 其实 我今天本来想跟警察官回报这件事 可是 我怕他万一今天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是 他也不让他一错再错啊 外这楼子越捅越大怎么办 而且 为了注意到今天的表情 好像也怪怪的 不心事重重的感觉 好吧 好吧 那我们俩跟明天一起去下棋察官 那我们俩跟明天一起去下棋察官 我 你 你从哪里跑来啊 怎么跑那么急 这番派人来督导财务了 督导财务 我 我都没有接到通知 怎么会那么突然啊 长长好 各位好 监察官 这是我们单位的组长林汉杰 你好 我是今天来督导业务的监察官 您 你好 汉杰 如果任何问题都要报告厂长 那就不妨按你们督导作业了 监察官有问题再跟我讲 谢谢厂长 谢谢厂长 女安姐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吧 汉杰 你讲话啊 汉杰 都说错话啊 女安姐 请你把相关资料准备好 我要足以清查你所有账目 跟款项的留下 汉杰 你真的做不太重视吗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我们早就觉得你很怪異 没想到你真的走错路啊 所以 今天监察官 是专门来查和我的账目 林汉杰 事到如今希望你能全力配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以为 我以为 钱财可以买到一切 我以为 有了钱可以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但是事实证明 我大错特错 我突然发现 我身边的人 其实都很在意我 关心我 包括立强 婷婷 还有我的父母 但是 我让他们失望了 如果 我能实时谨记 部队一直在宣导的 不愿贪 不能贪 不必贪 及不敢贪的道理 那么 就不会有今日 是南逃法网的下场 值得吗 102年12月份 军纪单元聚 教育主题 贯彻清廉持制 端正部队风气 一 国军人员 廉政伦理须知明定 国军人员 因依法执行职务 以公共利益为依规 不得假借职务上之权力 方法 机会 图本人或第三人不证之利益 二 纵观贪毒案件造生之原因 多为少数人员未遵公款法用 依法行政之规定 或贪图小利 甚至受外界奢迷物欲诱惑 品德败坏所致 涉案人员恐将面临贪污制罪条例 处以相关刑责 最重可处无期徒刑 并科新台币一亿元以下法金 三 凡发现贪毒不法行为者 应勇于寻下列管道主动检举 以为部队传进 一 端木清信箱 台北邮政9198号信箱 02 23119706 2 国防部政风市 台北邮政90018号信箱 02 23315100 5231199 5243159 9237 7231198 3255 52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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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贪非分之财 看完了今天的单元剧 相信官兵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更加深切体认到 贪污犯罪不仅危急个人军旅前途 更对国军整体形象产生严重的打击 大家切莫以身试法 没错 落实依法行政是国军清廉实质必经途径 唯有连人的军队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与肯定 进而成为一支受人民敬仰尊重的人意之师 好的紧接着又来到了宣布这次有奖征达的题目了 岁末年中是反思与侧净的时节 中华民国102年即将迈入尾声 所以我们这个月的有奖征达题目就是 回顾这一年来您对于个人或单位有什么样的检讨 与对未来的期许呢 题目非常简单哦 请将你的想法写在明信片上 并且要注记清楚你的单位集职姓名和联络的地址 寄到台北邮政90012-4号信箱 举光原地制作小主收 这样就有机会获得全民国防公仔一个哦 一样是有20个奖额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要赶紧记出哦 节目进行到这 让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听几首好听的歌曲 下一段节目是大兵出列节目 欢迎继续收看